都可以大幅提升 从而增加作战半径 对空对海打击能力 而且由于弹射起飞 所需要的滑宝距离大大缩短 可以使国产航母 同时进行起飞和着舰作业 从未来发展上看 歼15所具备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比如发展双座多用图形 电子战型 空中伙伴加油型 歼11战机 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 在其基础上深挖潜力 可以使歼15一种机型 发展出多种衍生型号 从而使国产航母 在舰载机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尽可能提升制空和远程打击能力 当然 未来舰载机的发展趋势 一定是和空军陆基战斗机是一样的 那就是隐身化 具备第五代战斗机的技术特征 目前世界上唯一投入服役的 隐身舰载战斗机 只有美国F35BC 但是该机采用的单发布局 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舰载机的作战能力 因此我国应当在歼15的基础上 研制新一代双发重型 隐身多用途舰载战斗机 而且其综合作战性能 要与歼20相当甚至有所超越 ihr 有所写的人